猪肝炒 很多人炒猪肝炒的不好吃 要不是老了 那不就是糞了 要对喜欢吃猪肝的人来说 不能不说是一种意义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 鬼头猪肝 不仅味道舒服 关键口感还相当满辣 又臭又嫩相当的满 煮这道菜呢 必须选用新鲜的猪肝 冰冻锅的猪肝就没得办法煮出来 煮这道菜 猪肝的改道就比较关键 切厚一点 打开一个硬米的厚度 好 烫出来 把切好的猪肝放入小片中 把猪肝用清水给它洗牙抓牙 倒出来 用清水给猪肝漂浆去吃 好 把写好的猪肝装进来 撒上一点毛毛盐 胡椒面 来点味精 花椒酒 稍稍抓一下 抓匀 后来是让猪肝现在开始入味 抓好后再炒生粉 生粉可以适当多一点 继续抓匀 家里面有红烧粉 也可以用红烧粉 尽量让猪肝外面裹上一层生粉 准备复粮 生姜撇破后切成火 大蒜来几颗 童小撇破切成蒜几颗 好 装起来 红杰椒 红杰椒也就是红烧筋条来切 用到切子消去 吃的辣的可以烧加几颗小米 再准备点清香米 同样的把切子消去 拿几只蒜苗 开破 盖刀切成小茄子 盖刀切成小茄子 香芹来一下子切成小茄子 香芹来一下子切成小茄子 枝酥是这道菜的灵活辅料 把枝酥切成小茄子 把枝酥切成小茄子 好 起锅 锅 锅 锅中加的是什么清水 水 drink 面好 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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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过来 好的 宜充 放上宜 Whichever means 他这个 tragically 自己的放置猪� Maf 就加最小蒜 炒成的 锅里面 锅里面这个猪肝开始变硬了 就差不多可以了 我们就开转大火 水开了就要得了 拿出来 倒出来 先干净用凉水 加葱一下 这时候这个猪肝还没熟 转进去锅 烧肉 锅烧烫了就下油 大锅 下姜蒜 放一下 炒哈一点炒香 炒哈一点炒香 炒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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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把猪肝回锅 鸡精别糖胡椒面 来点蚝油 生抽 橙葱 把芹菜倒进来 先把拍手炒进去 炒上蒜叶 芝酥 快续干炒油 多一点甜椒油 鸡皮翻炒冰硬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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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 把炒好的猪肝放进去 少少点净 没有测制 一道鲜香脆 一道鲜香脆来 口感独特的回锅猪肝就完成了 你学会了没有 老规矩 长安点赞3秒 给个强烈特别 今天这道回锅猪肝又叫口尾猪肝 虽然对厨艺的要求并不是太高 但有两个关键一定要注意 一是猪肝的猴头不能太薄 而是猪肝的超水环节 煮好这两步呢 基本就没得啥的问题 人生最真实的幸福 是灯火懒散的温柔 或彩米油盐的虫色 我是厨子 下期见 很多人炒猪肝都一直炒不嫩 今天这个方法很简单 保证让你在家里面都炒不嫩 现在试一下这个味道 它是又脆又嫩 你知道吗 这股鲜的味很舒服 这个猪肝真的是脆的 又脆又嫩 很贵 不错 这个视频就这样 拜拜